好的主播 各位觀眾在屏東林邊的這一處社區 可以看到許多房屋的屋頂都被掀飛了 電線以及家具的碎片散落遺地 看起來滿目瘡痢 不僅是民宣 就連旁邊的廟宇也是類似的狀況 不僅有許多的狀況掉在了屋頂上面 都還來不及清理 現在颱風又要來到這裡了 原來都是前陣子 發生的超大型的龍捲風 造成了房屋損毀 現在颱風又要來 災民真的是非常無難 那現在民眾怎麼說 可以聽到居民非常的無難 上一次龍捲風肆虐完以後 家園還沒有清理完 現在颱風又要來報到 擔心會造成更進一步的傷害 只能把委屈往肚裡吞 以上是來自屏東現場的情況主播 進行用水 提供的不僅僅 風格 不僅僅是在大陸